我們有煙害防治法 但是沒有酒害防治法 那在我個人我覺得 酒害比煙害更嚴重 哪有想到我一心努力 在培養長大的女兒 32、33歲的年華 正要長吃高肥的時候 就被酒駕者這樣撞肥 然後就突然離去 等於先告我自己的後半生 我自己也是被酒駕者關在辛勞 我們沒有反對喝酒 但是喝酒的人 你就沒有資格再開車 酒駕的美化 就是把國家的法律視乎困土 每次的回憶就像刀子在割 所以我們很希望不要再看到 有酒駕致死的事情 因為我們真的不希望別人 像我們這麼樣的難過